你可以驱逐我们公司 也可以请不论拿过 我现在就怀疑你们就是合华诈骗 套路是欺骗 欺骗消费者 我已经卖个陀螺车 换宽36期 我现在实际换的38期 多还那2万多块钱 被分期公司划走了 实际没有交到银行 那有没有跟分期公司联系 联系过了 他们让找经销商 我怀疑分期公司跟经销商 他们是合华的 应该是他两个个把这个钱 没起来了 我找不到分期公司 我现在我只能找经销商 我在哪买那车 我去找谁 这样这样的话 咱们去找一家4S店 看4S店能不能尝试联系 分期公司 咱们当然一起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看看这个钱倒是谁拿了 是多话来两句 被贷款公司的人给扣了 他们这个贷款公司不是我们 贷款公司是哪个贷款公司 是一个叫润达的 润达跟咱4S店什么关系 就是我们给他们介绍的一个贷款公司 你有没有跟分期公司去联系这个事 联系了 一直在联系不上 关键是银行那边留着 他们负责人的电话也有 就是没有人接听 现在换个电话 我打一下试试 打过他只接一次 他就不再接了 现在电话打通了 始终就是没有人接 现在是 现在我们通过查询 可以看到 为李先生办理分期的 河南润达汽车销有限公司 目前已经被市场节奏管理部门列为经营异常 而且风险评估也很高 那么针对李先生所反映的 分期被多扣两万多块钱的事 4S店又做如何解释呢 这个润达就在两年前我们就不再合作了 他在我们这里买的车 我们是我们给他介绍的出现这种情况了 我们肯定是有责任的 每一次他来的时候 我拒绝过没有 说我拒绝过没有 我说没 我是不是跟你 你现在拒绝不拒绝 我是不是没有 你不给我解决事 这个事在你这发生 买车 我买了在下店的 分期公司是店里介绍的 合同是在这签的 我跟分期公司打电话 打通就是台上找经销商 后来又露出来 他们有一台车就是3000块钱左右的提成 这不是他们都合会了吗 咱们你可以提出我们公司 也可以提出我们拿公司 我现在就怀疑你们就是合法诈骗 套路是欺骗 欺骗消费者 我现在我现在后悔最后悔的 就是你们推荐做分期 你们用分期吧 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 结果造成这样的事 这所以你们画一个圈 我跳进去了 你也不用套我的话 对吧 你也不用说什么以前的坑不坑 当初为啥非要去给他强力 推荐这个分期呢 不是当时我不负责 因为上一次 公司之间有没有这个利益上的一个分成 那现在就没有了 那现在是没有了 那以前我不知道 咱这个店的品牌在这 那咱介绍了这个分期公司 应该是也是跟咱这个品牌 应该是匹配相当的 对 基于对咱们4S店的信任 他也选择了 对吧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咱不要说我找不到了 从咱们签的协议上来说的话 贷后就是贷款后续的一些问题吧 应该是这样说 对对 所以说我们一直没有说不承认 我们所有的东西整理一下 对吧 或者是我们一块去起诉他 去找到这个人 肯定要把这个 你这输的钱肯定给他追回来 孙总他能表态 就是说把这钱给我追过来 这都没事了 你也愿意跟他一起去配合这个事 是吧 愿意配合 4S店把大货物 一站式服务到底 5S店不太必難п 4S店下 4S店 7S店